冯提莫点评周传雄 直播间边哭边澄清 周传雄粉丝也帮着他 因为这是让他能够走上舞台 走上歌手之路的起点 直播间的观众都是陪着冯提莫一路走来的粉丝 所以即使走上娱乐圈开了演唱会 冯提莫依然没有疏远粉丝 还是有时间就开播 跟粉丝们开玩笑 在直播间卖萌 跟粉丝沟通等等 所以冯提莫的粉丝也是真爱粉 不过最近冯提莫却因为一件事情 在直播间中放声大哭 看他一边哭一边澄清的样子 粉丝也是非常心疼的 因为这件事情 冯提莫被黑了好长一段时间 依旧是没有消停 于是他只好在直播间哭着向大家澄清 周传雄的粉丝 周传雄的粉丝后援会也做出声明 表示冯提莫并没有随意点评周传雄的歌曲 有一些人拿着节目的视频剪辑来造谣 还说节目组为了冯提莫 刻意删除了点评的片段 更是无稽之谈 也许有的粉丝觉得周传雄受了委屈 但是随意造谣更会让笑